各位網友, 外國的投資銀行和經濟學家一直都希望大陸有救市 救市是兩件事, 一個是房地產, 一個是地方債 人大爆了這件事出來, 住建部的部長講的話, 很明確所有內房股九成預備破產 你們持有樓的人的資產, 我想溫和保守, 估計跌七成 這個是一個驚天動地的變化, 這個政策他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去年十月十一月我已經有講這件事給大家聽, 現在他索性坦白講出來 叫你們準備接受死亡, 就是這樣 這些就是台灣, 一直直到我們做到十七號 這些全部是山雞煲的雞湯, 這個是石灣仔魚切片 這個毛刺, 膝目魚一夜乾, 魚丸,這些全部二十五元 全部二十五元, 這個是原價 十四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 民生主題, 這個人出來講話 大鑊, 大陸住建部長魏雄 目前大陸, 第一, 大家聽清楚所有事情 我已經提過了, 但他就是很有系統地講完這些事情 大家知道這些官講話好像密碼一樣, 我要加以解讀 大陸房地產市場在調整, 即是還在跌 穩定市場任務依然監距, 很辛苦 他說調整, 調整是兩方面, 一個是價錢跌 一個是銷路跌, 成交量跌 這樣要夠很艱鉅, 其實他就會不夠 防住不炒, 未有提及 今次又講防住不炒 大家首先要明白 是終於 習近平貫徹始終 這次就不會再托過房地產市場上去 市場 加保障的住房供應系統 第一次這樣講 不是第一次這樣講 14號文件已經講過了 但人們覺得不是正式的 現在他講, 他就覺得正式 即是等於走新加坡路線 有商品房 有保障住房 這件事根本現在差不多是non existent 他增加到30% 接下來這個市場就會萎縮 這個市場就會增加, 去到三成 市場加保障的意思就是這樣 在具體上, 落實有兩個重點 第一, 是推進平急兩用 公共基礎建設, 和成中宣改造 大家要明白他說什麼 這個是為了補建築業 如果那些內房股 蓋少了樓, 那怎麼辦呢 有兩個答案 A, 就是做平急兩用的東西 什麼叫平急兩用 譬如說 洪水來的時候是不是急 平時下雨都要排水 現在污水都排水 他會政府拿多一萬億出來 以及支持地方政府 做海雨水渠 污水渠 排虹 山泥 煤氣管道 經常都爆炸 煤氣管道 電線 這些 這些是很labor intensive 希望保持農民工 有公開 第二 B 就是城中宣改造 廣州百多個城中村 這些城中村 有些沒有建築執照 以及有些舊 他們想拆光它重建 拆光它重建 那就有公開 重建就是他們這樣的 不用付錢做的 就是給你房券搬走 然後建好你就搬回來 建好的房子 有一部分就是賣出去 有一部分就是租出去 第二 說要做綠色低碳 智慧安全的好房子 這個說來是多餘的 結果就是 沒有人去嚴重執行 他希望房企看到 將來是要鬥高質量 新科技好服務 哪個轉型就有未來 如果你做不到高質量 新科技好服務 你就死了 這個就是 你沒有未來 沒有未來就是死了 好了 他說為什麼房地產還有得做 從大陸城鎮化發展進程 和城鎮化全量的更新改造需求來說 房地產依然有得做 第一 他是現在大陸的城鎮化去到66% 有些國家去到80%多 他認為他還可以靠城鎮化 就是說那些農民搬入城那裡 因此有住屋需求 第二 城鎮住房全量的更新改造 因為很多房子就是舊了 尤其是城中村 有些區是很舊的區 這樣就要拆掉 雖然現在是有 但是要拆掉它重建 所以 房地產還有得做 但這些是不會賺錢的 這些是不會賺錢的 未來 工作的重點一 欣誠施策 優化房地產政策 穩定房地產市場 這是射鎮 欣誠制策 現在的住房局不管 每個地方 自己可以根據你的地方定一些政策出來 怎樣放人買 閒不閒 交社保這些 我不管 你們欣誠施策 一城一策 即是你不要賴中央 有些房子賣不去 你自己想辦法 這個是把責任完全推卸了 你的地方的房子賣不去 就是你的責任 一視同人支持 不同所有制的房企合理融資需要 這個我會解釋 它的融資現在變成這樣 現在就是 不夠房地產 只是講計劃 這個計劃 你有足夠的錢 可以完成 你譬如說 還有多少樓未賣 你的錢又存在銀行 你是保險的 我就借錢給你完成這個計劃 每個計劃獨立處理 就不理房企 解決 失衣 是解決還有一些新市民 青年人農民工的住房 就是說 還有搬去城鎮 人們結婚 這些住房 這些所謂的剛性需求 他就會照顧 這些人通常比較窮 所以就要用保障性住房 大約保障性住房是怎樣呢 就好像香港的公屋居屋一樣 看你的收入 你要報你的收入 低收入 又可以搞豬去獲得 這是租任性的保障住房 還是平價賣出來 摺到目前為止 這就是根據項目去救 不夠房地產公司 31個省 312個地級以上城市 白名單 600多個 建立6 其中82% 是民企和混合所有制的項目 摺到2月底 批了2000億 這個死定了 因為 他要你的資金沒有挪用 而多數的資金都是挪用了 根本不夠蓋的 不夠蓋的話他就不理你了 你這件事 其實他最低限度的要求就是 你存在銀行的錢 以及你還有多少層樓還沒賣 賣出去 夠不夠蓋的數字 夠蓋的話 銀行就finance你去建立這個項目 這是第一 如果不行那怎麼辦呢 不行嗎 不行銀行接收了你的房子 接收了你的房子 但是又賣了 那怎麼辦呢 第一 就是那些買了的人 不用再供了 他就變成了一個債權人 他變成了一個債權人 政府就蓋完 把房子重新用保障性住房賣出去 銀行可以收回成本 以及收回建築成本 大家看看 這條數2000億 這條數字還是報大數的 如果真的要蓋這些東西 沒有3-4萬億 是蓋不到那些爛尾樓的 所以他蓋的爛尾樓數目是非常少的 那些爛尾樓 和土地儲備 就是由銀行接收了 我舉個例子 我看到王劍興他都不太明白 這個我解釋給大家聽 譬如恆信 恆大的 他欠24,000億債 有多少是欠銀行的 以及金融機構的 大概4,000億左右 其他的欠誰的 那2,000億 有私人融資的 就是有入股那些東西 他買了部分股權給人的 就是有賣了樓的 5-6,000億 又有4-5,000億是欠建築公司 欠各式各樣的人 又有2-3,000億是理財產品 這些人 全部不管 恆大的資產夠不夠頂這4,000億呢? 銀行接收了恆大的資產 先填夠了那些4,000億 填夠了4,000億 所以銀行沒有風險 收了那些地皮 那些爛尾樓 剩下 有1,000億 那就是那2萬億分 明白嗎? 當然 那些股東當然是死了 所以 他要保障的 第一件事 就是銀行不會有問題 而處理就是這樣 這樣的方法 另外 成中村改造 以及 啟動新的保障性住房 由人民銀行撥了3,000億 給開發銀行 開發銀行就不需要擔保 來借給國有的房企 去做保障性住房 他那裡3,000億 到商業機構可以拖到以萬億計 還可以付錢 估計未來10年要花10幾萬億下去 蓋保障性住房 有了這10萬億 就可以 首先第一 就是接回那些銀行 借給那些內房的所有貨幣 拿回他的房地產 和地 第二 還有錢 再要蓋的時候 就是用來給地方政府 和地方政府買地 用來對沖了一些城投債 清楚了嗎 這樣銀行沒問題 然後就救了建築公司 等人有公開 建築城中村改造 以及做改善民生的基建 房地產市場不能夠看短期 還要看長期城鎮化發展 其實66%很難再上升 因為有個戶籍問題 以及最新的特點就是北上廣深 人口都增加不到 因為生活成本太貴 長安居大不宜 城鎮 3000多億平方的全量房屋 要更新改造 有300多億 就是300億 如果你是100平方 就是一間屋 300億就是3億間屋 有3億間屋是要拆的 要改造的 城中村 3億間屋 分幾年去拆 一年拆 分10年 一年做3000萬間屋 所以 房地產市場 還是有得做的 這個就用建築 和保障性廚房來講 好了 這一句麻煩了 一講就是 我做這些人我都預備跳樓 對於嚴重資不抵債 誰 失去經營能力的房企 要按照法治化 市場化原則 什麼叫做法治化 執法 你有沒有不對的地方 每個人都有不對的地方 有不跟規格建樓 有非法雜誌 全部都有 市場化骨原則就是什麼 跌價的 讓你跌價 該破產的破產 不再維持樓價 該重組的重組 一講市場規則 即是政府不理 該你 市場 你沒錢 你就不理 價錢也不理 你就去調 跌到合適的層 究竟跌到哪裏合適呢 我粗略計一計 大約是 跌到7-80% 大陸的樓價是合理的 這個還沒計過經濟的蕭條 和中間的效果 譬如4000元工資 一年賺4萬元 那層樓是三四十萬 其實是合理的 三四十萬就是合理的 這樣你就要跌了七八成 好了 這個都還沒夠害怕 對於損害群眾的行為 誰沒有挪動基金 就是放在這裏 預售樓 應該用來建這層樓 你就偷了錢去買地 損害群眾利益 依法堅決於以查處 抓你坐牢 讓他們付出應有的代價 是不是? 現在才來講 搞了這麼多年 第一 該破產的破產 跌價不理 抓人 中房網透過人民法院公告網 以房地產為關鍵 剔除了重複 發現2023年有233間房企破產 我會解釋 從一條數解釋給你聽 九成的房企是會破產的 九成是破產的 黑二歲統計 2023年 百強房企 年職年減的企業 七成 三十一間減三成 2023年房地產深度調整 整體銷售下降 很明顯 野村說 並沒有任何跡象 看到房地產的調整 週期月結 喏 房地產的危機 在過去造成經濟危機 十次有七次是週期引起的 房地產的週期很長 可以二十幾三十年 香港這次的房地產是由2003年最低潮 起到現在 2024年的 二十年的週期 如果我們跌五年 週期跌到底下 跌到2027、2028 這樣就25年的週期 這個週期 一段時間還沒到底 今年頭兩個月 中國大陸前百大房企銷售總額 是4762 比去年減了51% 二月又比一月少了29.3% 這個不重要 因為二月今年才新年 因為有潤年 新年遲了 但是兩個月加起來 跌了五成 銷售超過100億的大陸房企 有14家 較去年減少12家 最厲害的 超過50億的 八家 比去年減少18家 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跌幅 這個其實就是2022年開始 跌幅已經是這樣的 四五成這樣跌的 它跌了四五成 34% 然後 2023年反彈了幾個月 很開心 立即再佈街 然後 再2024年這個跌幅再加強 這個是絕對百大房企的銷售額 大家看看 哦 真是仿如格勢 你看看 我們拿個中間數 這裡是這裡 2021年 是賣了18萬億樓 好了 到去年 這個是百大 它的平均數在這裡 2022年11億左右 這一年它又再跌到這裡 10億左右 今年最多只有6、7億 這個是要命的 我講錯了 18萬億 我講錯了 18萬億 跌到今年可能只有6、7萬億 這個是量的跌 對房企來說 你賣不到樓 現金回不到樓 你就一直揹著顏色 你一定死 第二就是價跌 如果你期望賣100元一呎 結果賣50元一呎 你沒辦法遮蓋地價和carring cost 其實你就一定破產 簡單來說 只要房價 第一 銷售不反彈 在現在這麼低的層 第二 房價是下跌五成 基本上所有房地產都破產 百大房企 我們看看這個 這是一個跌幅 這是一個跌幅 跌五成 至六成 銷售是 頭十 200億 200億 接著這些跌得厲害 50億 這些跌 好了 這就是我的結論 大家聽著 大陸已經講明了 不會救樓市 讓房地產股破產 就是 哪個項目有得做的 他就資金來做 然後銀行接管了所有這些破產的房地產的correctorial 就是土地儲備和爛尾樓 爛尾樓有一個好處 就是人們不用再供了 他們就變成creditor 如果有錢分的時候就分給他們 政府 用透過開發銀行撥下來的錢 就開始做三件事 第一 就是 將這些地盤蓋 以及收拾爛尾樓 就是作為 它是會discount3-40% discount5成 這樣賣出去 這些房子 這就是等於新加坡的制度 有些就是租出去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將城中村的舊樓拆了來改造 這個城市改造 第三 做一些平急兩用的基礎設施 民生有關的事情 其他事情不准做 就專門做一些污水 這是對的 做污水、電、煤氣等等 好了 我們舉一個例子給大家看看 本月初有傳源萬科 和多家債權人的談判破裂 萬科股價 債權雙雙下跌 萬科是最早上市的地產公司在深圳 它是一個優等生 萬科3月5日 它顯示它不會顧著 3月11日到期一筆6.3億美金 票面利率5.35來的美金債 所有資金已經到位 有得還 3月11日 5日 它已存了錢 3月11日那筆債有錢還 但其實不是 這次為什麼會傳萬科不妥呢 就是很多家保險公司 對萬科的債務風險發出警告 尤其是新華保險 新華保險跟它關係非常密切 萬科 它本來是華貿的 後來獨立了出來 黃氏家族 黃氏家族後來內部權爭 被人踢走了 現在一個大股東是深圳地鐵 他是完全學香港這樣做 為什麼深圳地鐵買了呢 就是跟著地鐵extend的地方 用來蓋地鐵上蓋 以及蓋商場 本來這是最穩妥的事情 其中兩間保險公司 要求投資經理注重他的信用風險 另外一間要求退休金經理減少exposure to 萬科 中國很多保險公司都是萬科的債權人 我告訴大家 房地產出事 銀行沒事 什麼人有事呢 他們也未必死定 第一就是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買了很多這些地產公司的理財產品 第二就是信託基金 信託基金也是很多理財產品 是那些地產品 保險公司會受到很多法律 他們提供了保債計劃 為萬科提供了400億的非標債 400億的非標準債 就是萬科發行這些非標準債 這些保險公司 幫他背書 收他的費用 譬如收你3% 我保證你有得付 這個保險費 那時候看起來很穩固 現在就糟糕了 就等於underright股票 那樣撿一條密戴內身家 貪心賺人幾個% 這次糟糕了 路透社引出匿名人士說 在債務壓力之下 他向太康保險、太平洋保險、新華保險延期 他們是擔保他的 他們的債是延期 他們有些自己買了 保債計劃是私募類型的 不是公開發行的 而在公開債務上 上半年到期170億 下半年126億 萬科 我們看看 這是一家最好的公司 它總共負債多少呢? 13,000多億 它股東權益多少呢? 2426億 總資產17,000多億 17,000多億的總資產 自己負身家2000多億 背著13,521億的債務 你猜是不是資不抵債? 很簡單 只要那些土地儲備 兩種例子死亡 一個就是土地儲備和樓價跌三成而已 就是跌五十多億 跌五十多億 它變成120億 就是資不抵債 第二 賣不到樓 樓賣得少 而你的債務是要付利息的 你就會周轉不靈而死 如果 我再講一次 大陸的政府的態度 那個樓價 會跌七八成 然後政府來收集 爛灘 在這種情況之下得到什麼? 絕大部分 除了國企的內房股 全部破產 國企呢 政府就會救它 第二 三百多萬億的資產 中國人的資產 是在樓上 如果跌六成 就不見了二百萬億 你會感覺到 你自己 不要說供那些 供那些 供那些就變成負資產 供多少呢? 供40幾萬億 左右 很多供滿了 就算是供滿了 你房子不值錢 賣不到出去 你都非常恐慌 你就開始花少些錢 於是這個就是 Balance sheet recession 是帶來長期衰退的 好嗎? 你看看萬科的價錢 現在還有一千億 這也叫做很好 還有一千億 最高16元8.9 9.15 好 各位網友 人民超市 由2月23日起 不計成本清貨 除了正價產品85折 其他產品 破了底價 第一 善補三折 第二 精選兩款的韓牛產品 一家家韓牛前胸肉火鍋片 一家家韓牛五花子火鍋片 特價三折 即是多少錢? 81元一碟 你信不信呢? 81元一碟 然後 這個 哈利福克加拿大排骨粒 又是三折 這個就是 大煮系列 那些臘腸 過了一年 全部五折 一家家韓牛 牛筋腩 原價450元 特價198元 即是四折 日本A5和牛 A5和牛產品 非唐牛 奧陸牛 全部四五折 即是多少錢? 一碟 93.6元 說你都不信 馬來西亞 榴槤產品 全部六折 其他的韓牛 韓豬產品 全部是七折 韓國 紅心 依然是加100元 多一盒 紅心產品 賣滿100元 送韓國豬套一個 200元 送黃牛和漢堡一個 四折 五折